吃到嘴米 完全顛覆你對脊弱的那個概念 它這個東西透過一些休息澱粉 把它做的有一點點像是去骨的結窖 或者是更軟更好咬更好咀嚼的海蛇皮 它調味部分在我來吃應該是屬於那種麻辣鍋 屬於那種小辣的那種境界 所以它整個調味是屬於那種辣辣的 然後脆脆的好咀嚼的 而且一包量真的不多 我把這一包完全全部倒出來 我們來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的量 加在一起也不過就這樣子 一個湯匙的量 所以呢讓你覺得你好像沒有吃很多 所以罪惡感相對比較少 因此一包一包不停的拆不停的吃 不停的買不停的消費 其實我一剛開始吃這個磨浴爽的時候 真的感覺真的蠻爽的 就是很帥氣 帥氣之後我下一個馬上就意識到 它好多的調味粉 然後我覺得滿滿的添加劑 我心裡有一點害怕 我覺得我如果繼續吃個食包吧 吃多吃一點我就要洗腎 有點害怕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周圍的很多朋友的孩子 還滿喜歡吃這個東西的 他們把它當零食 那最好笑的是 還有人因為覺得它就像蒟蒻一樣 覺得它沒有熱量 不好意思 它很鹹 然後它一定有很多的熱量 如果你看到這些說明 你只要稍微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你吃了多少不好的東西 正常就是真的那個磨浴喔 它是一種植物 是不是拿真的磨浴粉來做 還是完全拿那種修飾澱粉 讓它看起來顏色好看 讓它變得有一點點白白的微透明 讓它吃到嘴巴裡 咀嚼的時候沒有那麼的難咬 這個恐怕必須要透過營養師 必須要透過國家有關部門的法官 才不會讓年輕人 消費者吃到不該吃的東西